理解就是智业 菩萨说 知一切众生心念 如应说法起于智业 也就是说 菩萨让我们要懂得 知道众生在想什么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文声 当一个人在世界上学佛 如果你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你很难应如是说法 当你不知道众生的需求 你就不能相应地 让别人知道佛法的精髓 所以能够度人成功的人 他至少是知一切众生心念 这个众生心念 如应说法起于智业 也就是说 学佛人必须有智慧 有智慧才能造就你的善业 大家想一想 当别人能够知道 你生出的心和念头 那么你就会对这个人 产生一种恭敬感 当菩萨能够知道 众生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你们众生就一定知道 你们众生就一定知道 菩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这就是如是说法 经文里有如是说法 就是说 依照众生的心想什么 我们就来说什么法 这就叫智慧 用智慧 来做菩提事业 用众生的这种善念 和菩萨给你的智慧 你来行菩萨道 做菩萨的事业 这样的话 这个智业 就是启发最大佛制的 一种善业 当一个人碰到什么事情 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这个人叫没有智慧 当一个人碰到什么事情 都有办法的时候 这个人就产生了智慧 智慧实际上 是因为你懂得别人的心 当你懂得别人的心 你就懂得菩萨是 怎么来懂得众生的心的 所以 学佛当中 度人也好 去帮助别人也好 能应激说法 就是相应法 有一个词 随机应变 就是现代说法 实际上 你只要能够应激说法 你的智慧就越高 当你跟别人谈话 或当你去度化众生的时候 如果你把这些 度众生 全部设计成了一个方案 一个计划 你反而得不到 而当你应激说法的时候 你越说越巧妙 你越说越能够理解众生 能够跨越众生和你的隔阂 为什么每一位菩萨来人间度人都是相应法 就是你是什么身 他就会用什么方法让你得度 妙法的前提就是 如果你要做菩萨 你就要了解众生 所以一个能够学佛成功的人 一个能够成为菩萨的人 他首先要能够了解别人 师父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智业 智业就是用自然神通的成就造福众生 这种是大神通 其实每个人都有神通 你能够知道别人说什么 你就是拥有神通 你能知道别人想什么 你就是有神通 你们想想看 孩子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如果你能知道孩子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你不就是有他心通吗 孩子小的时候 一叫妈妈 你就知道孩子想干什么 爸爸我想 你不要讲 孩子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就知道他想做什么 所以用这种感应来造福众生 实际上就是用你的意念和心形 指导天地人三界 心形就是心理行为 当你理解别人的时候 你用不着动作 也用不着说话 你用这种境界去度化众生 你就可以教导天地人三界 所以菩萨的智慧 可以让人在人间拥有天上的境界 在人间拥有 在地府拥有救人的境界 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众生 都需要我们学习菩萨精神 用高境界去度化 有形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 今天师父能够看到你们的身体 看到你们的头发 看到你们的样子 包括那些动物 我们都能够看得见 无形众生 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 眼睛看不见 它们存在吗 存在 那就是鬼 灵性 所以 一个人要度人 要度有形无形的众生 必须要有高境界 如果你没有高境界 你度化不了众生 你境界很低 只是为了赚点钱 这个时候 你跟他一样 也是为了赚钱 他是不会听你的话的 你只有让他感觉到 你不是为了钱 你没有对钱的需求 他就开始慢慢地听你的话了 否则 他觉得 你跟他是一样的 高境界 能使自己心空 意空 念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把一切看穿了 你的心里就空了 你的意念当中就会空 你的念头也会空 你们可能会问师父 心空大家都知道 心里空了 不去想事情 那么 意空呢 意念空了 意念是什么 意和念 两个字 分开来讲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就是 从外界 接收到的 一些信息 形成了 你自己的一种意 念呢 是由你自身 内心 组合成的 一种观点 成为一个念头 所以 念头就是 你自己的 内心 组合成的 而意呢 是你接触的 外界环境 让你产生 这个意 所以 意和念 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 由外 而生 一个是 由内 而生 所以真正的 度人 菩萨能知道 你的内心 能知道 你的外心 那么 内心和外心 合在一起 那你 就是得到 众生的心 你要理解 别人 首先 内心 要能够 接收到 对方 深口意 发出的信息 也就是说 你要去 度人家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过去的行为 他现在 所说的话 和他一直 在想什么 另外呢 你必须要知道 我虽然 度了他 他相信了 但是 随着环境的变化 他这种人 会不会变呢 那是从外界 来产生自己 怎么样 去度化他的 一个因素 很多人 出去度人 人家问他 心灵法门 是什么 他就说 是念小房子 所以大家 要好好的 用心来理解 你知道 众生的心之后 依此心 依照这种心 转成念头 来说法 根据别人心里 想什么 你才转成念头 来说什么法 这样 你就会 有智慧的 道业 你说出来的话 去劝解别人 就是行 不好的念头 那么我们就 没有障碍 障碍 是怎么来的呢 障碍 由心起 你因为今天 修心之后 你没有念头 我什么都不想 我今天 坐在观音堂 就是念经 那么 你就 没有障碍 师父问你们 难道 坐在观音堂里的人的心 都是 这么 清静吗 大家都 有事情的 对不对 但是 就是因为你们 坐在观音堂 念经 你们才能 分辨出 有没有念头 为什么 因为 一天都在念经 今天 是很干净的 因为你们把 其他的杂念 都抛开了 所以才能 分辨出 干净 与不干净 虽然 是坐着不动 但你的心 和思维 一直在动 就像你们现在 坐在下面 看上去 每个人 都没有动 但是 你们 每个人的 思维 在动 每个人的 心 在动 所以 这个 如如不动 是有境界的 接下去 跟大家讲 因为你的 思维 在动 你就会 看见一切 人间的 是非 善恶 所以 人只要 心一动 是非 就出来了 菩萨 让我们 学佛的人 心 不要乱动 心中 没有 对 错 就是 没有 是非 例如 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 是我对 接下来 就是别人 不对 那么 别人 不对 非 就出来了 你觉得 是对的 就是 你心中 有事 看别人 不对 就是非 出来了 这就叫 是非 如果你心中 老看 别人 不对 那你 已经有 非了 有 非了 你就会 觉得 哪些 是对的 是非 就是这么 出来的 所以 学佛 学到 后来 一切 都是 人间 境界 根本 不应该 有 是非 都是 缘分 你说 夫妻 吵架 谁对 谁 错 有什么 是非 讲得 清楚吗 同样一件事情 父母亲 都是为了 孩子 好 到最后 父母亲 答起来了 你说 父亲 对 还是母亲 对 没有 谁 对 谁 错 全是 缘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